我很重視每天的運動 那我現在是強迫規定自己每天最少要入選萬步 我們說入選萬步健康有保固 那現在因為我報告說每天走15000步的話對健康更有幫忙 所以我現在都向了15000步的目標 那希望能夠每天給他走個15000步 不過很難啦每天雖然說我們的病房到處分散 可是走起來一天走起來都沒有再加強再走很少走到1萬步 但是我在睡覺之前我都會把他每天給他走到1萬步 那最好是能夠走到15000步 那這四五年來跟朋友因為血血太急了 那打太極拳那太極拳也不需要太大的空間 那也不需要太大用力 那他是乙羅克剛讓我們的氣血可以循環 所以我現在打起來發現說對我們的氣血暢空有很大的幫忙 所以最近我也開始每天來給他打太極拳 那我們出去我們的那個氣血 讓我們能夠把氣血能夠來平衡 來有他的動起來來保護我們的健康 飲食方面我特別重視那個喝茶水 那每天我大概喝比較淡的那個茶水 大概喝到兩三千cc 他早期的時候只有喝開水啊 喝那個開水看起來白白的 雖然你說是沒有什麼淡的無味 但是喝起來還是喝多還是會覺得他 還是對健康有幫忙 那因為喝久了 你覺得說如果說是淡淡的茶 有一個很好的一個黃色淡綠色 看起來蠻好看的 所以現在都改成那個淡淡的一個茶 那看起來對我們的健康蠻的幫忙 你喝了之後你很快就會去尿尿去把那個 那些多餘的潮水把它排泄出來 對我們的那個血液循環也有很大的幫忙